還是卡寶你現在跑回去 把我另外加船隻寶碗也拿過來 等下在這邊吃一吃 有可能老闆要收我們 可能要回公司一趟 有點像磅豆耶 這台是真的吃到飽 這台是真的吃到飽 看我穿這樣就知道 我們今天又是個 膳食企劃 不過呢 我覺得我已經對夜市已經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轉換戰場 去幫助其他的店家 沒錯 那我這次要下手的就是這個 自助餐 在我們公司附近 可能就一家是一家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華山自助餐 那大家有吃過自助餐就知道呢 他們的菜會非常的多 然後非常多樣可以選擇 但是就很容易到了晚上之後呢 就也剩下的蠻多的 然後這一家營業到8點半 現在已經是8點了 其實裡面只剩下一位客人 應該現在就沒什麼人 所以我們現在進去 趕快看看到底有什麼菜色 然後可以把它掃一圈 裝得細啊嗎兄弟 我們是不是應該回公司再蓋一個碗 過來 還是卡寶你現在跑回去 把我另外 我家船隻把我碗也拿過來 我最喜歡吃的就這一道欸 認真的 喔 妳是愛吃木耳 不是啊 我超愛吃的 不知道為什麼 欸 其實還滿健康的 我們這個算是白飯 對啊 然後等一下去夾肉 欸 現在還好沒有很重欸 它也很重 我跟你講 有一種可能喔 等一下在這邊吃一吃 有可能老闆要收 我們可能要回公司一趟 有點像飯豆欸 我們是不是應該先吃一輪再來煎 先吃嗎 對啊 飯沒位置放了 好 我們先吃 快點勾開 500塊 謝謝 欸老闆 不過我想問啊 就如果像你剛剛那樣子 就最後都沒有客人來 那你會怎麼辦 有一些 大部分都可以用 喔 你說可以再重複用 青菜不用 喔 青菜不用 肉就可以繼續用 喔 對 好啦 好 謝謝 所以我們一開始算是夾隊的 就是先把青菜吃掉 對啊 我們一算學到一課 我們之後去就是先吃青菜 這個很好吃 然後這是我們第一回合 這是我的第一個大盤子耶 主要是因為 鬆不下 我們先把這個吃完 拿在去撈 然後如果老闆真的要鬆 就會跟我們一起吃 反正在旁邊 這看起來好多但好健康 都是菜 你自助餐最喜歡夾什麼 我應該說我最喜歡的蔬菜 茄子 韭菜 花椰菜 秋葵這種都很小 你剛剛講的三個 大部分都是很多人可能會 欸 避開的菜 我想味道很重的 大家其實不喜歡的就是味道跟口感 我第一次在這裡吃飯 女生夾自助餐比較有優勢 你這樣嗎 你苦瓜跟焢肉放在一起 直接變苦瓜瘋肉了 他苦肉跟那個滷肉 這台是真的吃到飽 這台是真的吃到飽 還真不敢這樣做耶 誰幹啊 這還不是錢的問題 其實我很少吃梅干控肉 因為有些梅干控肉 那個梅菜很重 好像那種肥喔 但你知道我喜歡吃紫米 白飯跟紫米你愛紫米是不是 為什麼你喜歡那種咀嚼感 嗯 像古飯嗎 泰國米什麼 我也蠻喜歡吃泰國米 我覺得那個咀嚼起來很爽 感覺一直跟露露開會瘦 看他吃會處於一個震驚的狀態 上次跟他去那個吃蝦那個比賽 拍完 他們說要不要留下來吃飯 然後我就這樣 沒有 不聽野常常講這種話之後他還是胖 因為實際上遇到好吃還是會吃 也是啦 真香 搞得到我跟他沒有吃那三個小紅包 很讚我的麵粉空間 你在吃那麼一大盤 跟我計較那三個 大概十元大小的小紅包 所以你現在減肥是為了你自己 也是為了他希望我開開心心的去拍婚紗 不要拍了又不開心 他真愛 是我已經敲包對方 那是減肥 你為什麼搶 你就叫他剪刀幾個 我會說 你為什麼我把最美的樣子留給你 你卻沒有做到一樣 好棒喔 那你有最 在自助餐最討厭看到的菜嗎 就人家幫你夾自助餐的時候 你會很 幹嘛幫我夾這個 馬鈴薯 喔 你不喜歡馬鈴薯 我覺得它不是菜 我覺得菜是要長這樣 那馬鈴薯你覺得它是什麼 就是飯的一種 但你不喜歡吃它 它就很像是一塊主食 我已經聽到很多人跟我主要吃飯很快 然後他們都會看到我之後 嗯 吃飯其實沒有很快 欸 剩下多少 不然後來我們塞一塞 然後不然會跟我們一起吃 欸 剩下多少 現在幾點 那個 超過八點半的啦 伯伯抱勸喔伯伯 我們把它夾一夾然後就走 才八點半以外了 老闆要收囉 那我們先回公室 老闆你慢慢收 啊 我們先走 好 我們現在回到工作室了 原因是因為老闆 超出15分鐘人家的下班時間 我們現在就回來工作室吃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本來想說要把第二輪吃了 但是原來發掘了 自助餐的一些 是吧 no how no how no how是什麼 你要把no how是什麼剪掉嗎 不要 哈哈哈 反正呢 意思就是說 其實肉呢是可以在 隔天還可以繼續拿出來使用 但是菜的話呢 因為它會爛掉會老掉 然後也會變質 當天就有可能一定會丟掉這樣 所以我們 欸以後去吃自助餐就是知道 我們可以不拿肉 然後只拿菜 所以剛剛老闆其實也都把肉默默收起來了 嗯 你知道自助餐有一個bug嗎 就是如果沒有秤重 但用純炭的 它就會有很多問題 它就不知道你含價是怎麼含出來的 通常女生去真的會算它便宜一點 可是如果是阿姨夾 對啊 算便宜一點 我之前真的有實測 我去夾跟我女朋友去夾 我去跟我女朋友說 你不知道夾一模一樣 你長夾這樣 它真的便宜10塊錢 可是有沒有可能它夾的比較少 沒有沒有 是一樣的 我就說因為我叫它去幫我夾 你就會幫我夾到這個量 這個幫我裝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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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菜色 總價便宜10塊錢之外 它還說 阿妹妹你要吃飯嗎 你那麼瘦 多吃一點好不好 但我覺得這個也不是覺得不公平 就是人家就關心它嘛 它長得看起來真的比較瘦弱 那我跟你說 那以後就穿得比較潑爛一點去 穿得比較潑爛 走進去它說 欸去去去去 這邊沒有吃的 這邊沒有吃的 哈哈哈哈 What God 自助餐不應該出現的菜色就是甜不辣 為何 它也不算菜吧 你知道我以前的朋友啊 他們都會 每一個菜下面放一塊肉 然後再把菜鋪上去 後來他們有一些會打開 他們會翻 嗯嗯嗯嗯 真的有一些會翻 這瓜哥很尷尬 不鼓勵喔 通常你去 某一家自助餐的時候 只要常去的話 大家都會討論說 要給哪一個阿姨算 會比較便宜 跟他路由你站在那裡 沒有辦法換 對 只要是A阿姨的時候 就知道今天可以稍微夾多一點 因為今天應該會比較便宜 之前剛來台北不懂事的時候 我朋友去夾自助餐 因為他想說 台北的便當中好貴喔 他去夾自助餐好了 因為以前我們在桃園的觀念是 夾自助餐是比較便宜的事情 然後去台北夾自助餐的時候 他一夾 180台 一夾 哈哈哈哈 他說 我也就夾一個肉 三個菜 然後夾飯 怎麼變180了 但必須說啦 他夾的是魚啦 本來就相對貴一點 所以他不懂 是180也很貴喔 對但是180也很扯 接近宵夜場的那種魚人 我後來去自助餐 我都是夾那個 番茄炒蛋 然後配白飯 然後夾一個菜 月底吃法 這樣多少錢 60塊 這樣還要60喔 你通常你夾番茄炒蛋 你可能只是夾1塊 就他不是有三個格子 你可能加1塊 我那個買法是 3塊都是番茄炒蛋 可是你知道有一陣子 有一些便當崛起 那就是只賣50元 但是還是很便宜 而且還有肉喔 對 而且因為絕當很便宜 然後又可以吃得飽 我一次都要吃3 4個便當 怎麼不怎麼意外 好 好 今天呢又拯救了一家自助餐 不知道大家平常吃自助餐呢 最注重的是什麼 然後有沒有就是遇到過 欸跟我一樣就是 欸有用眼睛看 然後看價錢 然後你會覺得 怎麼每次價錢都不一樣的 也可以都在底下留言 讓我們避避雷 就希望下一次呢 我們可以再去幫助其他店家 或是幫助其他的夜市 任何盛食 然後讓廚餘越來越少 可以Ending了吧 太尷尬了 老闆直接沒眼看 直接走出去 老闆你從業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遇過這種要求 好棒 一碗半這樣子 然後 這個煸小料 然後肉吃 根本看不出來我拿了什麼 但我超飽 然後 他吃了一盆 然後 我靠手 那我就在這下 人就在酒 我做小料 我要快點 倒多了 你 就回來了 好 我 就跟我 phosph男人 快點 快點 快點